大浪打上岸,停在港口旁的汽车岌岌可危 冬季风暴,周二晚间侵袭了爱尔兰和英国 强风把海水吹进了西爱尔兰城市戈尔威 当地数千户停电 德国和法国也受到了强风袭击 风速每小时高达140公里 法国有20万户住户停电 其中3万户是在巴黎地区 索性目前为止没有人上网